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,前立委杨丽环退出国民党,有意角逐桃园市长宝座,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学胜今天爆料,支撑杨坚实参选全音声明教旨,称他有事照明。 杨丽环冷回,无凭据瞎说的人是神棍,我信奉的是勇往直前,为扭转接地气不足形象,陈学胜琴跑股本汇报,近期贫与泛兰大佬同台,傅昆琪,马英九等人都来力挺,陈学胜说,母鸡带小鸡,小鸡拱母鸡之事形成,唯独杨丽环缺席,呼吁他别再一意孤行,相信是长命, 将职等宣说,应感恩党的提拔与栽培财势,更引诗句不论苍天问鬼神,暗讽杨太迷信,记者电放杨丽环,他表示,从未发表过类似言论,选举比判的是实力,胜败取决于民心,不会随之起舞,无凭无据瞎说的人,与神棍有何差别,呼吁陈学胜阵营别让选举沦为政治口水战, 稍早杨丽环更在脸书分享图文,写道,我信奉的是勇往直前,我准备好了。